大家好,欢迎来到GainerLabs的嘉宁实验室 随着Lear2这个Optimism空头发行它的自理代币 那么整个的Lear2这个赛道 我相信在下半年应该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热点 之前我也提到过 其实它一旦正式的去发行代币 其实就证明它整个的Lear2这个网络的技术是比较成熟了 那它需要通过发行代币来去整个激励整体的网络 同时去拓宽更多的项目以及相应的用户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我就会去分享更多的一些Lear2的一些项目 好,那今天分享的是一个Abiton上面的一个项目 我们知道可能Abiton应该是另外一个 有可能空头的Lear2项目的其中之一 另外就是它实际上是这个 现在比较火的四大Lear2当中 整个数据表现其实是最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GMX 它实际上是应该说是Abiton上面非常头 应该是TVL很高的三个项目之一 这实际上是一个衍生品交易平台 简单说就是永续合约 那么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一些分享 应该大概知道整个永续合约的一些交易的情况 那么它整个模式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创新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创新 首先我们看它整个基础数据其实非常不错 我们看它的这个总交易量其实已经非常高了 这个应该是300多亿 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它最开始是在RPT上 后来又同时又开了这个雪崩 就是Avalanche 但是这个是RPT上的数据 它总的交易的手机费已经有4000多万美元了 那这个其实很不错的 然后它的TVL 它的这个一直在2亿美金左右 这个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所有的 就是除了这个DVDX之外的这些TVL 都最高的一个永续生品交易平台了 然后用户量2万 这个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它整个的看板 它的数据看板也是非常全 非常非常详细 然后我们看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 这个数据其实就是交易者的这个PNL 就是它的收益 我们看从这个来看 就确实这个交易者绝大部分时间是亏钱的 就在这个下面 然后另外它有一个这个用户量 我们看其实它确实在Optimism发行空投之后 这个整个的Layer 2一下子就开始火起来了 那么可能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UpT上 因为它还没有空投 所以就用户量都开始很明显的一个大幅的上涨 我们看它这个每天的用户量 其实大概在200多 但实际上在野生品交易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好这是它基础的一些数据情况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 它实际上从交易角度 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它从开单这个角度 它其实首先第一个创新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 我们知道永续合约 实际上是就是交易者 是跟实质去进行这个交易 就是有买方有卖方 那么订单簿是真实的用户 有买方有卖方 或者有这种流动性的提供商 但是永续合约 它是跟这个实质的方式 但是它的这种实质 可能不是那种AI买卖的模式 它比较创新的 有一种叫GLP的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合成资产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资金池 那么只是说 它是一个打包的资金池 我们看这里 其实它包含了有以太 BTC 然后这个Link 包括有UNI 然后还有伟能币 它每一个有一个现象的占比 我们比如这个USDC40% 然后BTC可能15% 它这样的 那么整个的这个词 其实就是它两亿美金的 这个一个TVL的存在 而所有的交易的用户 其实是在跟这个词举交易的 这个就是它一个就永续合约的方式 那这种形式 其实对于 我觉得对用户来讲的话 可能它会更好理解一些 因为如果你是用以太去作为值的话 可能你会担心 比如说我亏了 然后另外就是 这个以太 它可能有涨跌 那我会因为它有占幅 那它这种 因为变成了GLP 就是你要你去买这个GLP 相当于你就添加了有中性 然后这个GLP的价格 基本上是围绕着一美金上下左右 就感觉它有点类似于像美金币一样 就是我 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挖矿的用户的心理 会觉得就是没有觉得风险没有那么大 但实际上其实还是一样的 就是它其实因为作为交易对手方 它还是会有赚有亏这个说法的 就是只要交易者赚了 其实就是辞职亏 交易者亏辞职就赚 但是从它历史的数据来看 总体来讲 其实大部分是辞职是盈利的 这也是一个大的特点 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它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经济模型 就是GMX这个代表的经济模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 那首先 其实GMX是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匿名团队 然后团队的成员好像就只有四个人 还是很强悍的 另外这个项目其实是它的第三个项目 所以还很有意思 它前两个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项目 然后最后又改名字的做过来了 那么 首先 它的代币的 我们看它总体的发行量 其实就是1325万 1325万 这个还是 这个数量不知道是怎么去算出来的 就是反正它的规定这么多 那么 然后它有600万 其实相当于是一半 其实就给了是它原来的两个项目的磁币用户 那么一个叫XVIX 第二个叫GAMBIT 这两个去对标 然后有200万 而是用来提供流动性的 200万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会儿去介绍的 它这个经济模型当中也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VTOKEN 就是这个 Ethcore的GMX 是给它的奖励 而另外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是200万 这个有点叫 应该叫地板价基金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说 如果这个价格跌到一定程度 那我用这个基金去回购 好 然后这个100万是这个市场经费 团队团队只有25万枚GAMBX 这个就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那然后我们就说它整个的这个 经济模型 那首先就是它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地板价基金 这个基金呢 其中里面是有钱的 那这个这个钱哪得来 就是一方面是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流动性是官方提供的 流动性的手续费 会会这个打到这个基金里面 另外呢 还有意思就是 它把它这个钱放到了 这个这个Olympus这个这个 财库里面去赚收益 这个收益将有50% 也会放在这个基金里面去 然后它在它的看板里面 其实也显示我们看 它这个FLO 这个地板价基金 其实有大概有三百三十万美元 那这个就是回购销货 其实是从这个数据来看 基本不太可能 因为它现在的发行量 就是它的 你看它现在总的这个发行量 大概在八百万美元 应该是 还在这里 八百万 它的这个市值呢 其实是1.5亿美金 很高 那它这个地板价基金用来干嘛 就是如果你的价格 现在的市场价是地板 地板价基金除以你的总发行量 如果这个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 它才会回购 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它的流通市值 在300万美金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回购 所以现在基本上不会去使用 只是说一个 这个类似于保底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第二呢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 Sleeking的机制 Sleeking机制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二这个 我前一点时间去 这个一个是我Sleeking的10个GMAX 其实然后我就 我具体时间忘了 因为我Sleeking的很少 所以收益也很少 所以我就等了大概两多的时间 有些人的收益 我才去做了这一期视频 就是首先呢 你去自家你的这个GMAX在币 那么你可以获得的 就是在这里 这个APR是量化 是34.9% 其实也不太低了 那么这个收益呢 一个是这个GMAX的奖励 另外呢 就是交易手机费 ETH 然后这个 这个ETH是哪里来的 其实就是它整个交易手机费 当中有30% 它会自动会换成ETH 然后这个奖励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 那个200万的那个GMAX的基金 用来去给这些用户奖励的 这是其中 这是第一个 我们注意的看的 那这个奖励呢 然后 好 这里有一个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有点类似于一个乘机 就是跟那个VTOK有点像 就是你 只是说它算法有点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 你自家进去之后 首先它是100% 就是你不要提出来 如果你提出来的话 它会销毁掉一部分的 你这个比率 也就是说 你可能你就不是100%了 就你 比如我现在 质押10个GMAX 那相当于 它是按照我10个GMAX 来去给我 现在的分成收益的 那如果我10个 提出5个出来的话 那可能这个 这个成绩就打了5折 那这个时候 它算下来 可能就是5乘以50% 就只能按照 2.5个给我刷了 所以简单说 它其实就是 鼓励你去质押不要提起出来 长期质押 而且我们看 它整个的这个质押量 确实还是很高的 它现在的流通量 好像就 应该是1000多万吧 因为它基本上都发行出来了 你看它现在的 这个整个的 staking量大概600多万 600多万 然后它这个总的 这个流通量是760万 但质押量已经是643万 这样的80%以上 全部在质押在这里 就是没有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它可能相当于流通量 其实实际上真的就很少 那它的价格就会比较稳定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第二就是我自压了GMX之后 那么给我的奖励是什么 在这里 我因为今天提取了一下 所以它实际上首先是一天一天的奖励 然后第二是GMX奖励 它给你的不是实际的是GMX 那这个是一个类似于是一个锁仓的一个GMX 然后那你领取了之后 我们看这里其实它还有一个让你一接覆头的 就是你领取之后你还可以再质押 我们看这个这是我自己 就是我大概一周还是两周吧 然后我得到了0.12个GMX 那我提取出来就是0.12个ESGMX 这个大概2.5美金 那么这时候我还可以再seleek 再seleek我们看这里又有一个APR 那么再去获得相应的奖励 所以然后 那么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它有这个West 这个就有意思 就是比如说那我想这个挖提麦 那么我不想再去寻魂自家了 那怎么办你就需要用这个West来去提取 你这里去提取 我因为没有所以就不显示了 简单的说就是假定 你这个挖矿的收益是10个GMX 这个时候你要提取的话 你需要在这里去提取 提取它是线性释放 就不是一下子给你的 它是类似于按照每个区块给你释放的 关键是这个释放的周期是一年 相当于你挖出来的东西 你要一年的时间才有线性释放给你 其实你看这就又是另外一个 去这个降低抛压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还是挺好玩 然后GLP的话 GLP在这里 对然后因为我也买了大概200美金的GLP在里面 那么然后GLP的我们看它的APR也很高 这个41.2% 这个其实一样的就是也是 这个是ETH的收益以及GMX的收益 这个就是我提到的这个 那么其实就是你是做交易对手方吧 那别人亏钱你就赚钱 这个是它整体的 所以所以它整体的这个GMX的价格 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 一直在10到20美金之间吧 那么然后整个整体交易数据的也还是不错 所以综合来看呢 还是挺有意思 那么然后另外就是 作为Layer2上的整体项目我会发现 之前我提到过就是 因为Layer2它整个的交易速度快 然后盖资费低 所以它一定会特别有利于这种类似于衍生品交易 因为它实际上是合约交易 那么你它需要去确认输得很快 另外我们看它的这个杠杆率能达到30倍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那么像比如说我在DNC上面就不行 就是经常会出现我在开单的时候 是一个价格 但是我链上确认需要时间大概几十秒 然后确认之后 已经是另外一个价格 尤其是价格波动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特别严重 所以我们看Layer2可能会给衍生品 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方式 好 那么如果您有一些 必须有意思的Layer2的效果 也可以推荐给我去看 好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